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克与好兄弟兼搭档的肖恩正在抓捕逃犯 在枪战的时候 卢克不幸受了重伤 不知过了多久 卢克从昏迷中醒来 他走出医院后发现外面已经成了末日的模样 一具具圣人的尸体堆满了整个医院 他颤颤巍巍地走出医院 发现一个人影都没有 整个世界安静得有点吓人 当他找到一辆自行车的时候 一具只有半个身子的丧尸车主把他吓了一跳 但这并没有阻挡他骑车回家的决心 回到家后 他发现妻子和儿子早已不在 绝望的卢克坐在家门口思考人生 突然他看见远处有一个人影向自己走来 关键时刻却被身后的小黑给拍晕了 再次醒来的卢克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 面对眼前这位彪悍的大叔老黑 卢克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只是这个捆绑的姿势是不是有点太羞涩了 老黑从里到外地检查了卢克的身体 发现他并没有被丧尸感染 便把他给结绑了 夜里一声巨响 周围的丧尸全部围了过来 其中还有小黑的母亲 小黑的母亲在变成丧尸后 还对这个家念念不忘 每天晚上都会来到家门口 试图打开大门 但考虑到安全问题 老黑没敢把门打开 只能抱着儿子痛哭 隔天三人全部武装 出门寻找食物和装备 于是勇敢的卢克 甩先操起棒球棍 把门口的丧尸解决了 随后他们溜进警局 发现还有热水 对于几个月没有洗过澡的男人来说 这简直比忙人按摩都舒服百倍 经过一阵骚操作后 他们又在装备库 选了一堆武器来防身 卢克打算踏上 寻找妻子的旅程 老黑则打算回到家中 继续坚守阵地 离别前 卢克把一个对讲机 交给老黑并说道 告别之后 卢克回到借自行车的地方 秉着滴水之恩 并当涌泉相报的原则 卢克选择用友好的方式 让车主摆脱痛苦 给予了他仁慈 与此同时 老黑也瞄准了妻子 强忍着痛苦 准备扣下了扳机 但是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老黑还是不忍心杀死妻子 虽然他早已丧变 但他的意识 还是停留在家的方向 驱车离开的卢克 用无线电 想与其他幸存者取得联系 让人意外的是 无线电另一边 证实他的好兄弟肖恩 由于信号的原因 两人就这么错过了 原来肖恩正带着 好兄弟的妻子莎拉 以及其他幸存者 逃到了城外 此时莎拉想回去找丈夫 但是肖恩却说 卢克早已死去 为了你的儿子和我 你不能再去冒险 要好好地活下去 华刚说完 被感动的莎拉 便又和肖恩来了一场口角之妻 这肖恩还真的是朋友之妻 好不客气啊 好在关键时刻 小卢克跑过来 阻止了这场动作大片的发生 另一边 卢克依旧在寻找着心爱的妻子 但他总感觉 头顶的帽子 颜色有点不对劲 迷茫之时 小汽车也没有了燃油 他只好借用了农户的千里码 继续在寻找妻子的路上狂奔 当他经过废城的时候 马蹄发出的声响 惊动了一波又一波的丧尸 卢克只好加快马蹄的速度 谁知一个急转弯 就遇到了成千上万的丧尸大军 来不及逃跑的卢克 从千里码身上摔了下来 毛被吃 装备包也飞了出去 为击关头 卢克酸到坦克底下保命 但这一击的丧尸可是有智商的 他们也跟着爬了进来 绝望的卢克准备开枪自杀 却发现原来坦克底下也可以进入驾驶室 他立即钻了进去 正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 身旁的丧尸老哥准备瞅他一眼 却把卢克吓得直接给了他一枪 这回声太真实了 还有那丧尸老哥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领了河粉 太惨了 当卢克打算出去取回装被带时 却发现坦克周围已经被打破丧尸给包围了 其中一位带点脾气的丧尸 还恶狠狠地盯着卢克 他好像在说 你瞅啥 再瞅我就把你吃掉 吓得卢克立即躲进了驾驶室 随后无线电传来了一位神秘人的声音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至于神秘人究竟是谁 还有卢克是否能逃出丧尸的围堵 顺利找到妻子呢 关注我 咱们下期接着聊 爱你们 么么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